歡迎收看多仁多明報530 今天是7月18日 有人在多仁多英甲University的地鐵車廂放寫 不過不是警察那種放寫 而是珍珠都沒有那麼大的大網寫 多仁多市難民的住屋問題擾讓多時 周志偉想喝七天就搞定 究竟是他把炮 還是聯邦政府自知離愧 趕快淪課水? 食品製造商真的創意無限 為了賺到盡不止加價 還要搞盡老汁神不知鬼不覺地 將食物的份量越熟越小 周志偉上任多仁多市長 剛剛七天 聯邦早前答應撥出的 9700萬元安置難民經費 今天宣布會給 這可以說是周志偉的第一個政績 之前裝得你追來追去都追不到 現在周志偉七天搞定了 聯邦移民部長佛雷澤今天宣布 聯邦額外提供2億1000萬安置難民 其中的9700萬會撥給多倫多市政府 如果多倫多市政府選擇擴大 多倫多庇護所系統的庇護範圍 多倫多市政府不需要擔心 聯邦政府會揹起這條數 9700萬條數拖了那麼久才會給 佛雷澤這番話順不順得過 這個要市政府才可以決定了 聯邦的難民撥款搞定了 那麼省政府有什麼態度呢 今早省長福特被問到 省政府會不會提供額外的撥款 幫助湧入安省的難民呢 他拒絕作答 不過他就說 難民真是想要的 是去做事 福特說 你看他們 個個都很健康 個個都想找工作 所以聯邦政府必須加快發放工作許可 這些人個個都要坐在這裡等4、5個月以上 這個不行的 他們想要的是要更好的生活嘛 另外 流落在多倫多市中心的難民 現在暫時獲得北約克一間教堂收容 超過200個難民 在昨晚由四步後巴接載去到這間教堂站住 不需要再露宿街頭 難民上個星期示威完 不夠幾天問題解決了 所以 有時我們都不要說人家經常示威是搞搞震 示威有時真的可以逼到政府解決一些問題 因為有些政府部門 他們真的不見什麼就不會流淚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加拿大統計局今天公佈了六月份的通脹率是2.8% 是兩年多以來首次在央行設定通脹率在1-3%範圍以內 不過2.8%只是大位數目 如果將貨品種類細分 雜貨兼食物價格就不降反升 通脹率按年升9.1% 交5月份為高 按揭利息就按年上升30.1% 撇除了兩者的通脹率的話 整體通脹其實只升1.7% 令整體通脹率放緩主要受惠於汽油價格和電信服務價格下降 前者按年下降了21% 後者按年下降了14.7% 至於食品價格 剛才說過今年6月比去年同期上升了9.1% 但去年6月又比前年升了9.8% 總之兩年內總共升了差不多20% 上升速度是40年以來最快 講開食物和雜貨 不單價貴了 就連份量都縮水 即是所謂的shrinkflation 深水清的多人多時網民兼品牌策略師喬漢 就比較了超市上景的零食和日常用品的份量 在過去兩年有什麼改變 例如現在的prinkles薯片 每片比以前小了三分之一 mince nice的薄荷朱古力包裝盒中 中間多了很多無謂的塑膠夾層 枝莊的高露結牙膏就明顯縮水 坎大油雪糕三分之就貶身了很多 麥當勞的漢堡包 裡面的酸瓜更厚那塊肉 能量飲品Gatherer的瓶 大西似乎沒什麼點變 但其實瓶底的粒行位就越來越大 Ershie朱古力以前就打橫有四排 現在只剩下三排 Oreo中間那些甜甜的東西 以前就可以去到餅乾邊 現在就剩下中間那些 來來買東西的時候 又有沒有覺得有些什麼 貴了又熟了水 上賣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有8%安省種植的花旗參 自保養顏的燕窩棧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還有花膠冰酒各款海味 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可以到第一廣場 或者萬禁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1年成為 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多倫多地鐵又有新聞 不過這次不是打人、斬人 也不是推人落路軌 是有人在地鐵放蛇 放蛇的不是車廂查案的警察 是一個剃光頭的發言師 他把黃色大網蛇放了出來 纏著自己的身一起去搭地鐵 你看到那條蛇和牠 你就真是知道什麼叫做痴纏 那條蛇黏到牠 纏到牠 整個場景令人最意外的 是人不怕蛇 蛇又不怕人 周圍的乘客沒有人說怕到尖叫 也沒有人說走開 那條蛇也都不蛇龜 他淡淡定 頭惡惡 不時伸一條腿出來 臉下臉下 有個乘客更加拿了手機出來 拍下情況 而這個多倫多蛇王 見有人拍他 就更加得得戚戚地在那裡笑 這條片 後來被人放上TikTok 蛇王看到 立即自報本家 他說他叫做Matthew Janster 是個發言師 亦都是爬蟲對動物的愛好者 還問 這條片放上TikTok 為何不給他 有人留言說 多倫多公車 近來發生這麼多暴力事件 帶一條蛇搭車旁下身 很正常 為何這麼驚奇 不過 根據多倫多公車局的負例 任何人 是不得帶同動物坐公車的 除非這個動物已經上了繩 又或者是在一個蜜蜂的容器裏面 而且這個容器 要在任何時候都鎖住 這樣那個動物才不會對其他乘客 造成不便或者危害 這樣對 要不然你下次帶一隻老虎搭車旁身 這樣就糟了 文太奶油苗1.391磅 新鮮粟米2.995條 明爐燒鴉25.991隻 鳳雅超市天天營業至深夜2點 供候光臨 根據加拿大另類政策研究中心 最新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 包括在多倫多市在內的 多個加拿大城市 一個家庭即使有兩名 全職賺取最低工資的成員 都無力負擔租住一個 一房的趴運單位 這份報告計算出一個租金工資 以一個人每收工作40小時 將淨收入的30%或以上 用來支付租金 要多少時薪才能負擔一個趴運單位 結果發現 在每一個省份 租金工資都高於當地最低時薪 在多倫多市 一房單位的租金工資是33.62元 在安省最低時薪15.5元的一倍以上 兩房單位的租金工資是40元 即是你或全體家庭成員 要賺取時薪33.62元 每星期工作40小時 才有資格用30%的收入 租住一個一房單位 其他的70%就拿來做生活費 即使在全國三國最低時薪 屬於最高的省份 包括卑斯省、安省和亞省 情況亦無例外 當中有以溫哥華和多倫多的情況最惡劣 所以沒有辦法賺取租金工資的人 一就是要將大部分的淨收入 花在房租上面 一就是要被迫租住在一個很小的單位裡 又或者是兩者兼而有資 報告總結 導致租金工資遠高於最低時薪的三大原因是 壓低工資的政策 出租房屋的供應少 和租任市場缺乏監管 對此省長福特今天被問到 安省房屋可負擔性的時候 他表示 省府正在解決這方面的危機 包括今年限制租金升幅為2.4% 明年限制在2.5% 在建屋方面 安省也已經建造破紀錄的1.5萬套出租單位 省府也會繼續提供更多的供應 另外省府也計劃將最低時薪提高到16.5 歇黑地標明則 奢華空中庭園 Concord Canada House豪宅的特大露台 設計儘顯高雅品味 木紋天花裝設暖爐 地面庇設松木地板 讓你在戶外享受限анный ôcord Canada House 限量1至3歲房單位 省府今天公布 加强为省民和商业的验证服务 方便在加拿大境外人士 用出身证明、公司授权书 和文憑等文件 由于加拿大加入了海牙认证公约 公约明年1月就会生效 安省将会全权负责发出 安省公共文件的验证服务 省府预计届时将会出现大量文件认证请求 因此扩大服务范围 也是为应对预计激增的文件认证请求 先奠定基础 省府将这项重要服务 扩展到省内另外4个Service Ontario地点 现场文件认证服务 现在可以在以下地区内的地点 分别是Ottawa、Susen Marine、 Thunder Bay和Winsor办理 安省认证服务的扩展 也是配合现在在多伦多 Java Street 222号官方文件服务办公室 提供现有的亲自到访和邮寄服务 有助更好感为居住在大多区以外 数百万安省居民提供服务 除了标准邮寄选项 通常需要长达15个工作日才完成之外 这个变化也能够让更多个人和企业能够通过当日亲自到访服务 对公共文件进行个人身份验证 公共和商业服务交付厅长 洛希德说 布伦、何人是准备人生重大事件 新工作或者是出国寻求机会 验证供国际使用的文件 往往是一件至关重要 而且时间敏感的事 当公共文件要在另外一个国家用的时候 出国经商、学习或者旅行的人士 申请国际签证的个人 通常需要提供出身证明、结婚证、教育文憑 和公司文件的认证证明 我是RD Uptown总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RD Uptown是你的首选 大多人多地区里 27间MATRO超级市场的3700名员工 最快可能会在今晚11点59分开始罢工 习惯去开这间超市买东西的市民 明天可能要改到其他超市 代表超市员工的uniform 全国主席佩恩表示 罢工前的最后12个小时非常关键 工会谈判代表目前正努力为工人争取 他指出劳资双方至6月26日起的谈判是有进展 但是工会最关注的改善薪金 工作质素要求稳定的工作时数 和得到医疗和牙医福利的问题 致方仍然未肯让保 他表示今次的谈判和上一次完全不同 上一次谈判时未有疫情 但是今次超市员工是捱捉了整个疫情 现在什么都贵 住屋和食品价格 都是员工每个月最大的支出 Metro有很多全职员工都表示 他们就连在自己工作的超市里消费 都努力不了 培恩又说今次的罢工投票 是获得参加投票的员工百分百的支持 显示员工志在必得的决心 如果没办法和资方达成协议 罢工是事在必行 Metro的发言人邦克就表示 他们将会尽力和工会达成一项 既能够满足员工的需求 又能够满足客户的灵活性协议 这次谈判别具意义 因为在未来两年 Uniform还有十几个集体工作合约 要和不同的超市交手 今次合约出来的结果 可能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一个标准 多伦多市今晚最低气温是摄氏16度 明天最高气温是摄氏25度 大多伦多地区 明天的普通无缘汽油价格会跌 一线每公升160.9线 位于2150曼妮沃景天地内的风亚超市 7月14号至20号 大量货品超特价 包你买到笑哈哈 男子牌黄冰糖 八毛七一盒 东明大桥鲍鱼面系列 两块九毛九一包 新鲜斩鸡翅 两块三毛九一磅 陈泰奶油苗 一块三毛九一磅 新鲜素米两块九毛九五条 明炉烧鸭 二十五块九毛九一支 风亚超市天天营业至深夜两点 恭候光临 律政司早前入等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 禁止公众以任何方式传播歌曲 愿名降归香港 这件案 星期五即是21号 会在高等法院举行传票 即是非证审抢制令的聆讯 企协早前致涵律政司索取文件 并要求新增新闻工作的豁免条款 企协今天说 律政司接纳企协的建议 同意如果禁制令获得批准时 会新增有关豁免条款 豁免任何记者执行 新闻工作活动时的禁制令和民事政策 记协指律政司已向法庭提出 双方同意的条文 所以记协不会在7月21日聆讯当日申请介入案件 记协说禁制令豁免条款 包括发布文章、节目 或经网上平台发布的帖文等 如果新闻活动是在香港境外发生 亦可在香港刊出发布并不受刑责 任何之前发布的新闻和采访文章 如果可有牵涉歌曲的 亦不受禁制令的影响 記协强调 記协无意发布或上载怨荣光归香港 或干犯任何和煽动分裂国家 或侮辱国歌的行为 相信新条款明确保障记者在采访 访问时涉及歌曲和评论时提及歌曲的自由 記协欢迎收定 认为收定将会明确保障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 旅游业监管局表示 今年5月已向位于九龙城区的註冊商店 发出附加承诺书 当中包括要求商户要承诺 如果安排旅行团到访区内的註冊商店 就不可同日在土歌湾区的食事用事 团员亦不可在商店以外的公众地方排队 旅监局解释 新措施的目的是在于避免同一时间 有过多旅客聚集在社区 尽量减轻旅客活动对社区造成的影响 平衡旅游活动及公众利益 有限于早前九龙城区旅行团旅客聚集的情况 及当区居民的关注 所以提出了新措施 如果有注冊商店违反规定 旅监局便会按照个案性质及严重程度处分 包括罰出书面献语、寄分、暂停或撤销商店的注冊 旅监局认为作为监管机构必须正视及批管注冊商店 及引致的问题 尽量减轻旅客活动对社区造成的影响 无求在居民日常生活及有关注冊商店的营运之间取得平衡 旅监局指 现在的附加承诺书 只是适用于九龙城区内的注冊商店 暂时无打算在其他地区实施类似的措施 但在土瓜环经营团餐的富原酒楼 今日最后一日营业 酒楼的经理就是说 因为疫情及这个区内旅游政策的限制 令生意额大跌七成半 无奈之下要结束营业 其实正在放假 特意前日回来工作 其实虽然是工作 但我也挺开心 因为终于可以有些少到自己的最后 那些小朋友有没有跟你回来 没有 我们自己一个回来跟你一起 对 第一次这样做 回来多久 后来几天而已 回来几天而已 回来几天而已 第一次扔下小孩 又不敢扔下这个字 扔下 大家帮我一下 很不舍 很不捨得就行了 很不捨得, OK 但有爺爺媽媽、公公婆婆 所以她們搶著抱、搶著玩 所以我也很放心 那你老公也回來嗎? 沒有自己一個因 我很久沒有試這個感覺 我很久沒有在家裡很安靜 又有很多自己的中午時間 其實昨晚晚上有點害怕 真的 那你何時回去? 何時回去?明天 明天走? 是的 這次有隔離多久? 也是三天 不是回來,我們整個隔離 回去一個月 一個多月 所以她們就批我做一個工作旅行 飛回來幾天 我已經想到最問了 小朋友開心嗎? 很開心 對,有這麼多人疼 那你會否很掛念她? 很掛念她 對,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自己很享受自己的中午時間 因為現在沒有人需要我 但是沒有人需要我 沒有人需要我 那感覺又有點不舒服 又好像失落 所以其實也是好事 有時掛掛著 回到大家一起的時候 就很開心 不好和好 但也是好 會常常視像這樣轉去嗎? 會呀,會呀 始終視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很期待 但其實有時她們想視像 看完我一點點 就滿足了 但其實她想讓我拿個電話 去展示給她看完 她現在很掛念 最掛念那些玩具 所以她買了很多東西給你們 不,就是在香港 她平時在香港有很多玩具 所以她是要跟那些玩具視像 四個黑老見一見 對,跟那些… 似乎只顧著玩具 即將會這麼多的玩具 看見你 好,很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